放一放吧 放一放 求婚的时机也不对 放一放 也不怕 女生其实只要在自己的诊所里面 做修正就好了 你开你的公益诊所 也别纯公益 对吧 你正常该开就该开 盈利的多少 用来做公益就OK了嘛 你呢 就开你的 你不是喜欢开酸菜鱼管吗 你看你互相尊重嘛 最后还是提醒你们关注一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去发现 发现什么 发现彼此的爱 你看 你是想为他好 我怕你上当受骗啊 我怕你赔钱你怎么弄啊 是因为爱吧 女生是 我得对婚姻负责任啊 你喜欢干的 让我去干 我不喜欢 我们俩不就吵架吗 也恰恰是去爱他 对吧 对 我们就会发现说 有的时候爱得错位的时候 你想给予对方的 你认为的爱的时候 恰恰容易把对方推跑 提醒你们注意啊 所以 两位有什么说的 首先很感谢各位老师 对我们的开导吧 我就是很想 因为他一直就是很单纯 很善良 我就想把他搂在我的身边 不想让他受太多外界的那种 对他造成那种影响 但是经过这次老师对我们教导 我也能理解他 亲爱的你以后想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永远在背后支持你 但是你也要为我导想 我们一起去营造我们美好的未来 就是他确实也对我很好 然后就是我们学校每年来那个踩雪车 他也都会去献雪 他也是很有安心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俩之所以能走到一块 也是志同道合吧相当于 然后我就觉得能不能以后就不要什么事都说 你就是为我好怎么样 其实有些事我自己也是心里有一些想法 你总这样说 我觉得其实不是在为我好 其实可能就是你自己内心一些想法 你自己觉得是这样 你们俩过去从来没这么谈过吧 没有 如此深刻地剖析自己 然后让别人剖析你们 是吧 从来没有过这样 所以这就是正能量啊 这就在传递啊 好了 你们自己看怎么弄吧 你是在补一个求婚呢还是怎么 求婚就不用了 我说再求婚就相当于又逼他了 那个姑娘 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如果感情到了 你会嫁给她吗 会 我会等我自己就是心理上也成熟一些 然后我再会考虑结婚的时候 行 听明白了 沙老师你送给他们礼物吧 来 送给谁啊 给男生 我看你 我看你 好 谢谢大家